你好,接下来时间是由我为各位去阐述一下Cloud1的商业价值 那么Cloud1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 仅仅只需要投资800人民币 依靠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的拓展全球的市场 并且获得被动加永续的收入 年薪可以达到千万 Cloud1这个平台来自欧洲瑞典总部是在西班牙 公司的CEO创办过三家上市公司Cloud1即将是第四家 Cloud1通过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全球的会员体量已经达到了350万 Cloud1是一个轻资产的一个平台 它整合了全球线上的娱乐消遣行业 Cloud1是全球第一家以会员制的方式 整合线上娱乐行业的平台 并且现在已经对接了全球的顶级的两家公司 一个是iFago iFago是全球顶级的线上娱乐公司 其下来品牌如Kordel成立1980年西甲足球联赛 皇家马德里的官方赞助商 Come on 印度最好的在线的娱乐网站 雷特全球最大的彩片转售的市场领跑者 还有Migster全球最顶级的线上游戏公司 那么Cloud1也在积极的发展全球的市场 那么总部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瑞典斯特格尔摩 菲律宾的马尼拉均有分公司 在2020年的下半年在香港也会成立分公司 在2020年的下半年我们还会在澳门有一个启动大会 那么Cloud1呢 从成立一直秉持着永续合法的经营理念 我们所有的会员进行一个注册 都会有一个碎片号 在我们的后台依然都可以进行查询 我们所有的会员在后台 你如果说想从后台提现都要完成KYC 也就是实名认证 那么Cloud1呢 跟中国营联也是强强合作 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联名的银行卡 凭借此卡可以在全球的130多个国家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Cloud1呢 在海外的热度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通过海外主要的社交平台 YouTube Facebook 脸书等等 上面可以去查询 那么这三张图片呢 是Cloud1在全球的出家创业网站 Business for whole上面去查询 Cloud1呢 排在第五位 那么美乐家呢 如新安利啊 杰斯啊 美丽凯啊 等等都是排在Cloud1的后面 Cloud1的网站呢 它的加密等级 跟中国工商银行加密等级是一样的 都是A级网站 为什么Cloud1有这样的实力 是因为Cloud1 它有自己独立的IT部门 所有的网站后台的代码都是自己的团队 自己的一个编写 所以说非常的安全 那么流量为王 粉丝经济的时代呢 Cloud1 它的商业逻辑也仅仅体现在这里 那么我们取了三个国内比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一个是美团外卖 美团的外卖呢 它是一个APP 它没有在国内做一家餐饮店 但是呢 它整合了全中国的餐饮行业 千亿的市值 携车旅游也是一样 它整合了全中国旅游和酒店行业 千亿市值 滴滴打车呢 整合了全中国私家车 网约车行业 千亿市值 那么Cloud1呢 它却整合了是全球的 一个线上娱乐的消遣行业 它一定在这个领域当中 一定是这个行业的独角兽 巨无霸 那么粉丝变现 永续被动收入如何而来 Cloud1呢 目前来说 依托于庞大的粉丝数量 现在呢 跟iFago和Migster 进行一个强强的合作 他们签署了利润分配协议 那么每个月利润呢 是五五分账 那么Cloud1呢 是拿到50% 会按照442这样的比例 进行一个分配 Cloud1留下20% 剩下的40%呢 是每个月以现金的形式 分配给我们的领袖 还有40%呢 是按照每一个季度 给持有CE奖励的会员 进行一个分论 那么Cloud1的创始人呢 也同样非常的优秀 Cloud1的老板乔大师 他是25年网络行销经验 15年网络直销经验 业内公认的行销大师 他正在创建的Cloud1 资源整合平台 到目前为止 他的会员料 已经达到了350万 然后呢 他的目标是做到20个亿的会员体量 那么另外的一位CEO呢 约翰 他同样的非常的优秀 他是瑞典式的 哥尔摩证件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纽约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20多家数字公司的天使投资人 他是畅销书作者 哈佛大学 斯坦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欧洲工商学院 伦敦学院 都邀请他做演讲 并且他被邀请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 被邀请参加瑞典 国家电视团进行专访 值得一提的是 达沃斯经济论坛 在中国只有一位被邀请 那就是马云 可以有此可见 约翰在整个瑞典 或者是西方国家 他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然后呢 Cloud1呢 他的投资配套呢 有四个 第一个是99欧元的白卡 和最高级别2499欧元的泰金卡 那么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投资人 他都会得到相应的 在线的一个课程 那么这个是教育包 那么这个教育包 你可以通过后台 链接到线上海外的 付费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会员 都会获得CA1的奖励 那么这个CA1的奖励 99欧元 可以获得100欧元的CA1奖励 然后2499欧元 可以获得3500欧CA1的奖励 然后凭借奖励享受 每一个季度的一个公司的利润分红 那么我们公司的动态奖金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快速回本奖 只要你在14天之内推荐 4个伙伴 你就能够快速的回本 例如你邀请4个99欧 也就是800人民币的会员 你可以获得125欧元的一个回本奖 然后如果说你邀请了4个 2499欧元的投资人 那么你就获得3000欧元的回本奖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奖项来说 二次元奖励 也就俗称的双轨对碰 那么积分是永不清零 级别只剩不降 那么这个制度呢 是唯一解决行业内大箱腿 业绩沉淀的模式 我们举个例子 传统的双轨是大区有3000万 你想把这3000万业绩对碰奖拿到 那么你必须小区也要做3000万的业绩 是还是不是 对的 那肯定是 而今天同样的在cloud1 这个双轨这样的一个制度当中 你大区有3000万 而今天你只需要小区做1000万 就会把大区3000万业绩 给对碰奖全部拿出来 那么这里就会形成1比1 1比2 1比3 这样的业绩比例的关系 那么我们业绩 形成1比3 那么怎么拿 是以小区业绩的4倍来进行计算 很简单 比如说小区是1万欧元 那么它直接乘以4 然后乘以小区的比例10% 然后再乘以80% 就可以拿到我们所领导的现金 那么这个是行业唯一大小公司 颠覆认知的一个奖项 非常的棒 这是个模式非常的棒 那么目前来讲 它最高的封定值 可以做到7.5万欧元一周 而且它这个制度是不会崩盘的制度 我要明确的跟各位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它的管理奖是可以拿到五代 那么这里是一个佣金的展示 那么这个左边的这张图片 是海外的一个玩家的一个对碰奖金后台的截图 它的一个对碰奖金可以拿到540欧元 还有180欧元或者是54欧元或者是18欧元 而右边是我们国内的一位领袖 他做了两个月 仅仅以800人民币启动 他就赚了将到今天为止应该赚了10万欧元 那么这里我们讲一下它静态的一个制度 那么静态的制度公司针对于领导人 它有18个级别 只要你上了级别 级别只剩不降 平台浮动的利润的分红越越有连连拿 那么它分红的来源是 跟合作公司每月利润分红中的50%当中的40% 作为现金的分红 那么还有一个奖项就是简化奖金 那么它有20个级别 级别越高 那么每个季度现金分红也就更高 每周领取呢2.5欧跟至2250欧 那么如何晋升呢 它是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自己的投资配套 第二个全球公牌的人数 也就是说当你注册之后 全球又有多少会员排在你后面 那么还有呢就是直推人数 那么CE奖励积分呢 现在是价值2欧元 那么你每一周获得的这些价值2.5欧 或者是2250欧元的CE积分 你持有的CE积分的数量 那么在每个季度会因为你的数量 持有的越多 那么你想说的分红也就越多 那么这个奖项呢 也是来自于两点 第一个 你的CE积分呢 是来自于动态 奖金的20%所得 还有呢 就是这个简化奖金 20个级别 每一周所 所分给你的这样的一个CE积分 那么它的利润来源 也是通过合作公司利润的50% 当中的40%进行一个分配 那么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已经把 Cloud1的商业价值 基本上以最快速的速度 跟各位讲解完毕 如果说你对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 那么我们私下再进行一个交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